北斗翁快信,今天是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我们今天又有几则新闻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第一则新闻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李泽巨了,没错了,等了他很久了 终于都有消息了,就是因为他以大股东的身份 增持他旗下两间公司的股票 分别就是1113,长实集团 和1号仔,长和集团 在这两间公司,他持有的股份 增持的股份有不同的股数 我们先说一下1113 他分别在四天里面 平均股价大概在36-38.4区间里面 一共分四天,持有增持了1660万股 涉及的资金大概就是6.2万港元 另一个就是1号仔 他只是买了两注 一共买入了85万股 而涉及的资金其实是很少的 只有4000万,松一点 我们来计算一下 例如在1113里面 李泽巨持有的股份大约 就是有12.5500万股 即将很快就会有股息派 每股股息就是派1.5毛8 这是末期的股息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算的话 他大概可以收到的股息 是接近20亿元 所以现在 他只是用了6.2亿元 其实是没用完的 他现在最新的持股量 就会涨到34.45% 进一步就是巩固了 他的股权 在这间公司里面 另一间公司 就是1号仔 他用的股数 大概是11.6300万股 他的末期息每股派发 就是2.3亿元 更多一点 所以 遲些他应该会收到的股息 就是超过26亿港元 他这次只是轻轻地 增持了4千多万的股权 85万股 一点也不多 而他在整间公司的股权 也是轻微地上升了很少 现在就有大概30.2% 这两间公司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细超呢 就是 一间就用6亿多 一间只用4千多万 很明显看到 就是11.13 应该就是比较合乎他的 远景 去持有的 因为这间公司 我之前说过 他拥有的 现金是相当之多的 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 阿里扎他应该就是投他信心的一票 在这里 我们看到股息回报率 11.13 大约是5.12% 那其实来说算是高的 以前看见都是只有3.4% 另一间就是长和 长和 我真的很少见的 他的派息率 就去到接近6% 这间公司应不应该投资呢 这间公司是一间综合的公司 他的业务太多了 而且这一段时间所有业务 环球业务就死了 所以他是比较差劲一点 暂时来说 如果你想投资在这两间公司身上 李泽巨的增持股价 就是你们的目标了 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股价再跌回到这一个水平的话 如果你可以比较便宜 而增持这些股份的话 相信就不用怎么看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他未公布业绩之前 他们作为大股东就不能增持 现在既然业绩都公布了 他们有一段时间 是适合给他们增持的 如果股价再低下去的话 我相信他会继续动用资金 去增持股份 他们大把钱 这两间公司加加盟 接近50亿 的股息 就会代代平安落他的袋子 拿回10亿8亿出来 做一个增持 其实就是没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看着这两间公司的 股权或者股价的变化 而去决定 将来会不会跟着李泽巨 去买这些股票 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 第二则新闻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香港的地产市道 在这一幅照里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南桂坊之父 盛志文 最近南桂坊 都是非常之不妥的 生意都是非常淡薄的 盛志文在南桂坊 有一个加州大厦的地铺 原本租开60万一个月 但是现在 现在就刺了出来的了 他就跟地产代理说 欢迎任何开价 你就知道现在这个时势 就很难做的了 如果租得出的话 应该什么价钱都可以商量的 务求就是输小当赢 你不要认为开玩笑 分分钟十万八万跟他说 他都可能肯制的 另外 还有 第二个新闻就是关于铜锣湾的 这里就是铜锣湾的 最旺的地方 就是 罗素街 这间铺位就是属于英网集团的 它原本就做开劳力士的专门店 但是 就 做不了 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没有了 就是这些游客了 整间铺位的面积都有三千五百尺 他现在腾空出来 就希望可以租出去 但是他叫的价钱 都不低的 每个月租这个铺位要150万元 现在这个时势都不知道谁敢 拿150万元出来 租这个铺位了 那不是只是租这个铺位 其他的灯油火纳 人工 加加加 这一盘数 除非能够计 如果不去 相信这个价值 都很难有人会租 最惨就是好景不尝 刚刚香港政府 就实施了一些新的条例 禁止4人以上的公众集会 戏院、机店都要关门大吉 另外那些吃饭的地方 就要人数减半 希望这一次如果这样出来的消息 那些租了这些 可以买东西的地方的人 应该就要跟业主说 起码要减一半的租金 如果不是的话 那还需要什么做生意呢 因为原本可以 坐100个人的地方 现在只是坐50个人 坐50个人的话 是不是应该租金也收少一半 如果不是的话 看怕 越来越多铺位 都会 丢空了 香港的地产市 如果慢慢由这个商铺 爆发的话 很快就应该会 再传到住宅部 第三则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香港人的银行 施展银行 那他这一段时间 因为欧洲那边的情况 是完全不乐观的 所以管理层都说了一个 说话出来 就是说原本要财减 3万5千人的计划 就要 被逼要暂缓 或者是要延迟 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对员工来说 肯定是好事 在这个环境 如果你把人家解雇了它 其实就非常之惨的 既然可以 迟疑一点的话 那就迟一点 可能未必是这么差的 希望他们可以大步揽过 另外他的股价 今天股票恒生指数是升的 但是他的股价 是偏远的 报45.4 这个都预了 因为如果对股东来说 如果你的计划是推迟了实行的话 那就是重组方面 也会慢了下来的 慢了下来就是怕 会不会拖累那个盈利呢 接着 我们的恒生指数 其实今天都做得很好的 因为这几天 因为有美国那边的消息 所以就不断地向上升 但是我常常都会奉劝一些人 就说 逢是星期五 都是要小心点 因为星期六日这两天 可以是很大的变化 听说现在 在美国那边的股市 都是开始 蕴仰跌的了 那是不是真的跌得成呢? 那我们今晚看下去才会知道的 另一个更加震撼的消息 亦影响了汇丰银行的股价 就是英国的首相 竟然中招 大劲 那么就立即令到 英镑又跌了 接着英国的股市 亦都是 跌了4% 最惨就是 汇丰银行在伦敦那边 都要跌5% 不知道星期一回到这里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幸好是英国的首相中招 如果是我们 旧时的 中招的话 或者有什么大家 例事的事情发生 那么 英国的股市 和英国的汇价 会跌成什么呢? 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希望大家自求多福啦 第四则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美国的失业率的问题 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很多 在家里工作的 措施 这些措施 绝对打击了美国的经济 上一个星期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士 净升 升就怎样呢? 原本预期 大概会有150万人 拿失业救济金 谁不知 一看数字 吓死了 就去到328万 这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他就这么说 他说在2008年 即使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第一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也不超过60万 而最高峰的时候 都是在1982年 石油危机那时 那时大概就有69万5千人 是申领首次的失业救济金 但是这一次 就不得了了 去到300多万 那又得不得人害怕呢? 如果经济是这么差的 那怎么办呢? 也很幸运的 首先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 美国的 消费模式 占了GDP的 三分之二的 所以如果这些 活动停下来之后 所有生意不用做的话 对美国经济的 负担是非常重的 打击也是非常得人惊的 但是有一家公司 偏偏在历史上 是可以做得好的 这一家 就是Amazon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都不敢出街 但是他们要 购物的 所以就在网上购物 令到 订单 大增 所以Amazon 非常之好 他就再 请多些人 要请10万个 全职或者兼职的员工 来疏到 这些订单的问题 亦都肯 加薪金给人家 这是非常之好的 起码 就可以舒缓到 这个 unemployment 的问题 失业率的问题 他现在的股价 亦都是 很接近 就是 历史 52周的 新高 他做得这么好的话 应该 属于正常的 因为 现在只有 他一家公司 可以在历史里面 做得好的 另外 现在 人们说失业率很高了 看看跟什么时间比较 如果你跟2008年的 金融海啸比较的时候 当时美国 失业率创新高的时候 是去到10% 现在到复 现在应该是一半都未到 所以你说 现在是高峰 暂时未知 因为现在美国的疫情 只是刚刚才开始 再会差下去 会有更加大幅度的 失业人士 会加入这个 行列 到时 就会更加萧条 所以 美国的股市 升下跌下 大家如果没什么信心 或者捉不到这个机会的话 最好就站在一边 就不要乱动了 第五则新闻 我们就想说两个本地人士 其中一个 当然就是 就是说说李嘉诚 因为他的旗下的公司 长江生命科技 今天 就升到停市 多厉害 为什么呢 原来他有一些 测试的合剂出现 这个呢 有什么用呢 就是帮人去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新疫情 究竟你有没有受到感染 最快可以得到结果 大概在两至四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出来 如果早点发现的话 早点治疗 那肯定是条命仔 就容易保得住了 所以他今天 就升升下 就 要停市了 究竟有什么要公布呢 暂时未知 但是他现在 做价是1.06元 不错啦 挺好的 第二个人要说的呢 就是王维基 因为他最近就说了 他会生产这个口罩 去给我们香港的市民 他会尽快做这件事 当然要欣赏 这个人 肯为香港做事啦 但是他今天也同样 有一个新闻 就关于他的 就是他的 年度业绩 他的年度业绩 不幸啊 是扩大了那个亏损 就大概 他现在要欠 2.9亿 没得派息啦 都要再等下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他现在每天的订单 大概有19,000张 但是如果可以去到 25,000张的话 那就可以是 不用欠钱的了 但是 距离这个数字 还有远一点的情况 所以就要等下 看可不可以好好的 改善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也没办法的啦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的 股价 都一般的 好的 今天还要跌5.6% 但是他幸好 之前 就在股价最高峰的时候 他就去配售了9,000万股 那 作价5.15 就是 集资了4.6400万回来的 那你想想 如果每年都要 亏2.9,000万的话 其实集资回来的这一笔数 都是熬多年 两年 都会没了 所以 求神拜佛都希望 他的业绩 是可以在这一年里面 尽快大幅地改善的话 那就好些 如果不是的话 他的现金状况 都是比较麻烦些的 不过现在 起码他肯集资的话 都是好事来的 多些钱在身边的话 用起来 都会比较舒服些的 不过那些接受配售的投资者 5.15买入的话 现在 都是要坐艇的 希望将来有机会 可以升上去 最好做到皆大欢喜啦 最近看到 现在我们香港的感染个案 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就觉得 最坏的时候 可能都还没过去的 希望各位就好好保重身体 注意卫生 希望各位 能够支持一下 继续帮我按一按广告 令到我这个频道 就可以更加 popular 另外 希望你们可以介绍给朋友 让他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很快收到我的消息了 当然 希望 你们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的 最后 祝各位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多谢各位